孙策自博服 公元二世纪最猛的七零后 东吴帝国奠基人 九岁的孙策因为父亲要出差 讨伐黄金军的关系 一家人都搬到了扬州 首府九江郡寿春县 孙策十几岁就开始走访 寿春的社会名流 成为了小有名气的社交达人 孙策的儒学素养 最多算是一般 名士们与他结交显然 不是为了交流学问 孙策能够广交朋友 免不了要借助他老爹来路 不明的巨额财产 当然如果你非要认为 他就是平报表的颜值 和诙谐的口才 我也没办法 扬州卢江郡书县的关三代 著名美男子音乐评论家周瑜 专程来到寿春与他结交 两位童年出生的大帅哥 一见如故 孙策干脆带着一家人 来到书县 搬进了周瑜提供的别墅 两人升堂拜母 互通永无 一个形容年少之交的成语 总角之好 就此诞生 孙策十六岁时 他的堂兄孙奔带回了父亲的部队和遗体 孙策前往 曲阿守校 论之位 孙奔不如孙奸的小舅子武警 论辈分 孙奔也不如孙奸的弟弟孙静 论能力 史书上也没说 他在战斗中有什么突出表现 由他牵头 也许只是因为武警和孙静当时都不在场 孙奔率军投奔袁术 继承了孙奸玉州刺史的职位 十八岁 孙策完成了首校的任务 北上徐州 广陵郡江都县 如果只看孙策的传记 他的这次 北上简直莫名其妙 既不回老家 也不去找周瑜 跑到江都 做什么呢 我们参考了袁术和孙奔的传记才明白 这一年袁术刚刚在北方被曹操击败 退居守春 而袁术从玉州退出 使得孙奔的玉州刺史头衔彻底作废 看在线上 孙奸就不得分上 袁术任命孙奔为丹阳都尉代理征鲁将军 从正部级下降到正厅级的孙奔心怀不满 和武警一起迎接朝廷任命的扬州刺史刘瑶 在驱阿站稳脚跟 谁曾想刘瑶 后来过河拆桥 把孙奔和武警都撵了出来 孙策要想大展宏图 首先要从袁术手里讨回孙奸的几千名旧部 但在建袁术之前 他需要找一个有学问的人帮他制定中长期发展纲要 这个人不能是和他一样 只有18岁的周瑜 不能是那几位不足以成大事的亲戚 更不能是老家那些自视清高瞧不上他的士族 孙策专程赶到江都 是为了拜见一位大知识分子张宏 张宏是一个高冷的人物 大将军和尽太尉朱俊司空寻爽的征兆都被他拒绝 在老家打着手绍的名义静观其变 孙策找过张宏好几次 非要和他研究天下大事 张宏不太愿意搭理这个矛头小子 逼得孙策只好先说出了自己的三步走战律 第一步 找元术要回老爹的旧部 第二步 投奔舅舅武警 在盛产精兵的丹阳俊 拉起一支队伍 第三步 战据吴俊会击俊 西进荆州报杀父之仇 做一方诸侯 张宏听了之后继续推辞 孙策一边哭一边说 您的大明天下人人仰慕 我的计划成与不成 您好歹给拿个主意 直言相告就行 要是我志向得深大求得报 一定不会忘了您的恩情 史书上说 因为孙策的慷慨陈词 张宏就被打动了 他进一步延伸了孙策的计划 区区两个郡怎么够 要干就干一票大的 割据惊扬二州 相当于湖南湖北安徽江苏 浙江福建江西的全境或大部分 以及河南贵州广东广西的小部分 时间紧迫 您应该尽快行动 我和我的朋友们会一起支持您 独时至此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么高冷的知识分子 态度骤然极转 居然只是因为一番声泪俱下的演讲 谁会相信呢 孙策的三步走战略 完全建立在原术够意思的基础上 可原术要是不够意思怎么办 孙策难道没有考虑吗 张宏难道也瞎了眼 这里面大有问题 碍于史料不足 推理出的结果是 孙策告诉了张宏自己手里 有父亲留下的传国玉玺 即便原术不肯交换 也不愁 找不到别的买主 这无疑增加了三步走战略的可操作性 更重要的是 这么大的秘密都跟你说了 你不跟我走 小心我把你给灭口了 后汉叔和山羊公在记都说 原术抓了孙策 他娘吴夫人得到了传国玉玺 这个说法是靠不住的 理由如下 原术称帝时 孙策是先写了一封信 劝他无果后才和他断绝关系的 这说明孙策与原术的关系并不是太糟糕 原术称帝前两年 孙策已经相当强大 原术怎么抓吴夫人 就算派武林高手偷偷抓了 孙策也早和他翻脸了 如果再往前推几年 孙策的确弱小 但以孙策的性格和孝顺程度 原术要是干了这事 他怎么可能再给原术打工呢 真相只有一个 玉玺是孙策主动交给原术的 听了张红的一席话 孙策马上动身去找原术 他留了个心眼 没有亮出底牌 先试探一下对方的态度 万一这位原叔叔够一丝玉玺 就可以省下了 可原术真不愧是 汉末人气最低的军阀 他满嘴打哈哈 什么年轻人 你真是一表人才 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儿子 就死而无憾 你的舅舅和堂兄 都被我任命了官职 你想要兵可以去找他们 孙策明白了原术 既不会白给他股份 又想让自己为他效力 生意可以谈 但孤身一人 谈这么大的买卖 太不安全 于是顺着原术的指示 找舅舅去了 19岁 孙策带着几百名保镖 去见原术 谈判中 孙策坐地起家 原术就地还钱 最终的结果 是原术得到了玉玺 孙策答应 为他效力 孙策得到了 九江太守的空头支票 以及孙间几千 旧部中的一千多名 看起来很吃亏 但这一千多人里 还包括成普 黄盖 韩当这些老将 千军一得 一将难求 毕竟主动权 还是在原术手里 谈成这样 已经很不错了 孙策的兵力 虽然不多 但这千把来人 当初在孙间 麾下能够 屡次击败西梁铁机 更难得的是 在原术糟糕的指挥艺术下 居然还能活到现在 真可谓精锐中的精锐 到处溜达的朝廷使者 是个识货的 你看孙策 有这样的实力 赶紧拉拢 任命他为怀疑校尾 原术许下的九江太守 当然没有兑现 不过这一点 孙策也不会太在意 因为原术的大本营 寿春就在九江军 在人家眼皮底 没法搞小动作 原术为了让孙策出力 又许愿说 只要你打下卢将军 一定让你当太守 孙策曾经拜访过 卢将太守陆康 出身于吴郡四大家族的陆康 没把他当回事 只派秘书出来接待 心高气傲的孙策 就此怀恨在心 在利益和丝绸的双重驱动下 孙策围攻卢江 两年终于破城 陆康一家百余口 在战乱中死了一半 活下来的人中 就有在孙策死后 做了他女婿的陆序 孙策把他宝贵的两年 耗费再在了卢江城外 袁术竟然再次食言而肥 把卢江太守的位置 交给了自己的亲信刘勋 并且不做任何解释 连忽悠都懒得忽悠 孙策明白了对袁术 不能抱以任何幻想 孙奸的老部下 吴郡都尉朱志早就发现 跟着袁术没前途 在卢江之战时 把孙策的母亲和弟弟 接来保护 使孙策一门 免遭扬州牧流遥的伤害 此时他又找到孙策 劝他趁江东混乱的机会 单干算了 朱志的支持 可不只是说说 作为吴郡都尉 他手上是很有些兵力的 朱志是孙氏重臣里 最会谋身的一个 东屋后期腥风血雨 人人自危 朱志和他的养子朱然 却丝毫没有受到过打击 医生安安稳稳 高官后路 这样的一个人选择 在此时向孙策表忠心 说明离开袁术 单干的时机已经成熟 20岁 孙策向袁术申请到江东 拓展业务 袁术当然知道 他想干啥 但考虑到江东的那几位敌人都是硬查 让这个麻烦的年轻人去和他们对号也不错 就同意了 孙策率领父亲留下的一千多名就不和自己的数百名门客出发 这个数字说明在之前的炉江战役里 伤亡的都不是孙策自己的兵 一路上不断有人报名参军 到达武警驻地立阳县 十队伍已经壮大到五六千人 我们认为这些人在这个时候投奔孙策 主要是为了脱离袁术恒征暴敛的统治 孙氏的成功离不开 袁术客观上的帮助 难怪袁术败亡后 孙权还娶了他的女儿 孙策写信通知周瑜前来会合 周瑜当时无职无权 但他的唐叔丹阳太守 周上不知是何原因 简直就是周瑜的傀儡 于是丹阳郡的精兵 就在平头百姓周瑜的带领下 扛着军需物资加入了孙策的队伍 孙策首先攻下了扬州目刘瑶的粮仓和武器库 刘瑶能够从可怜巴巴的继人篱下 到翻身刺史 把歌唱倒过来欺压武警孙奔 晋级为扬州目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两个从徐州南下的刘王 诸侯奉他为盟主 这俩人虽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大敌当前倒也团结一致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以孙策的这点兵竟然在三股势力中所向无前 又是斩敌五万又是俘虏一万的 在战斗中有一个小插曲 孙策大腿上中了一箭 无法骑马被抬回去休养 敌人以为他阵亡了 高喊孙大帅哥被射死了 可见孙策实在是帅得不行 虽然有官位 但就连敌人都喊他孙大帅哥 孙策一听干脆炸死 派几百骑兵假装溃败 把敌人引进了埋伏圈 聚间追兵后 城市掩杀并让士兵们齐声耐喊 孙大帅哥厉害不 生憾敌营地动山摇 吓得不少敌兵连夜奔逃 由于扬州穆留遥 汇姬太守王朗 吴俊太守许功 提放豪强盐白虎这些对手 基本上就是被孙策碾压式的花样吊打 如果一直说孙大帅哥砍了多少人 征服了多少土地想来 也没什么意思 不如再讲一段小故事好了 地头蛇盐白虎 被孙策军包围之后 派他高大威猛的弟弟盐鱼求和 会面时孙策突然拔起相像 盐鱼躲了一下 不敢还手 孙策笑呵呵地说 我听说你坐着就能跳起来 所以跟你开个玩笑 盐鱼不敢顶撞孙策 说自己只是个普通人 也有和常人一样的本能反应 孙策觉得这货真是窝囊 抬手就把他杀了 以常理来说 敌人无能总归是一件好事 但孙策特别厌恶 这些徒有虚名的英豪 在平定江东的过程中 多有杀戮 以致树敌无数 22岁 孙策与袁树决裂 理由是袁树大逆不道 悍然称帝 很少有人注意到 在袁树称帝的前一年 孙策向朝廷上供礼物 这已经摆明了要独立了 袁树称帝历来为人们所嘲笑 其实就算他不称帝 袁绍曹操 以及一天天做大的孙策 哪个会放过他呢 袁树一天天老去 地盘也不断的蒸发 早死晚死都得死 不如过把眼再死 袁树称帝给孙策 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给袁树打工好说不好听 但是贸然翻脸 又会被上叛将的骂名 趁袁树称帝的机会与其决裂 摇身一变 就成了捍卫皇室的回头浪子 曹操控制下的朝廷 派出使者封孙策为其都尉 孙策说 小爷 我有这么多手下 让我当个其都尉合适吗 使者也真是个机灵人 当即拍板让孙策代理了 明汉将军的职务 23岁 趁袁树被曹操和吕布夹击 孙策暂停了南下的步伐 调转枪头赶走了袁树任命的 丹阳太守 并且加倍向朝廷上攻 朝廷的实际掌控者曹操 此时要把主要精力 用来对付袁树和吕布 也有意与孙策搞好关系 孙策加官进决 出任讨逆将军封无侯 公元199年 是孙策的大喜之年 24岁的他取得了五大成果 第一张宏奉献奏章到许昌 进一步巩固了孙策与曹操的关系 第二孙策后葬扬杨州慕刘瑶的举措 得到了不错的风评 刘瑶的旧部归降孙策 刘瑶的儿子刘姬 成了江东孙氏的一块活招牌 后来在吴国官制大司农 第三 袁树偶血而死 其残部在投奔孙策途中 被卢江太守刘勋俘获 刘勋的兵力骤然强大 以致粮草不足 孙策骗刘勋一起出去抢粮食 在刘勋外出后发动偷袭 占据卢将军 俘虏三万人 缴获一千多艘战船 刘勋投奔曹操 两年后被曹操所杀 讲到这里 顺便给一位知名度不太高的人物 插一段广告 判莫三国汉氏宗亲中的头号战略家 神算子刘液当时正在刘勋手下 他看破了孙策的图谋 只可惜刘勋不听 刘液是三国唯一一位 被后世称之为战略家的人物 到了孙权时代 就能看出他的智慧有多么的恐怖了 第四 孙策在卢江意外收获了一对 国色天香的姐妹花 大乔和小乔 常言道 男人可以为了朋友两肋插刀 也可以为了女人插朋友两刀 孙策抵制住了揽二乔入怀的诱惑 有福同享和周瑜做起了莲金 这是多好的朋友啊 第五 这一年江东只剩下 豫章军还没有姓孙 孙策没有强迫政 以在卢江缴获的一千多艘战船为资本 只本杀父仇人皇祖镇守的荆州江夏军 皇祖损失兵力上万 仅已深免 六千余艘战船被孙策缴获 江东水师的基础就此奠定 二十五岁 豫章太守滑心投降 孙策从豫章地界上分出了卢陵巨 从此有了世人所熟知的江东六军 面临袁绍压力的曹操 感到孙策这个年轻人难与争锋 再次笼络 专门安排扬州刺史严相 举荐孙权为茂财 将曹仁的女儿许配给孙奸帝四子孙匡 还为儿子曹张迎娶了孙奔的女儿 攻城略地之后 当然需要一批知识分子的辅佐 在用人方面 孙策采用了明显的双重标准 对于飞江东籍知识分子 他表现出了极大的尊重和宽容 最受器重的是张钊 他与周瑜一文一武 是孙策最重要的帮手 张钊位高全崇 又深得人望 常常感到不安 孙策半点而不猜忌 像齐桓公对管仲那样 把所有政务都交给他打理 王朗曾经是惠姬太守 战败投降后 无论如何不肯为孙策效力 孙策没有为难他 将其礼送出境 王朗归了曹操后 还专门写信赞扬过孙策 许多年以后 王朗成为了曹魏最有名的文臣 花心曾经是豫章太守 在当地人望极高 投降后 孙策带之以上宾之礼 孙策遇刺后 他跟了曹操 后来成了曹丕的 开国丞相 对于江东本地的士族 孙策则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面孔 宇凡出身于惠姬郡第一大家族 著名学者曾经在王朗手下担任过惠姬郡公曹 追随孙策以后 于藩忠心耿耿 劝降了华欣 还总是替孙策的安全 着想劝他不要 老是不带保镖就出门 孙策对他客客气气 还看望过他的老母 但一直没有给他升官 魏腾出身于惠姬郡第二大家族 也曾经担任过惠姬郡公曹 由于为人耿直 说话不委婉 触怒了孙策 如果不是吴夫人 以头颈相威胁 孙策就把他剁了 高代 吴俊仁因精通左转而出名 请高代上门之前 一向不怎么看书的孙策 为了和他找到共同语言 专门翻了翻左转 单派去请高代的人不知是何居心 竟然挑拨了一剑两头片 这个使者跟高代说 我们将军最讨厌别人比他强 他要是问你左转里的问题 你就说不知道 高代说 明白明白 使者回头又跟孙策说 将军 我觉得高代这家伙 对您不够尊重 要是您问他什么 他都说不知道 那就证明我说的没错 于是被蒙蔽了的孙策 就把一问三不知的高代 关进了监狱 为高代求情的人 足足跪了好几里地 孙策感到自己的权威 受到了挑战 更加愤怒 下令杀死了高代 吴俊四大家族 误录诸张 全部对孙策采取了 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 孙策也懒得搭理他们 孙策与孙坚的相同点 是英勇善战 不同点在于孙坚麾下 没有一个知识分子 而孙策非常重视这些文化人 孙策深知 像张昭这样逃难来的外来户 对他构不成威胁 尽可以放心任用 而同气连知 寒根错节的本地士族 既不欠他什么恩情 又从骨子里看不起 他的寒门出身 要想让这些人听话 要么来软的 要么来硬的 孙策选择了来硬的 孙策明白单凭冰墙 马壮 不足以征服江东士族 在思考对策时 孙策自然而然地 把目光投向了北方 那里有一位同样出身寒门 打压士族的牛人曹操 曹操能得势最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他奉天子以令不臣 因为皇帝这张牌在世代修习儒学的士族那里 尤其管由公元两百年 袁绍和曹操的大战一触即发 曹操的大本营 许昌空虚孙策开始着手制定偷袭许昌 挟持皇帝的计划 孙策有一个习惯 喜欢一个人在野外走走 他觉得这样更有助于他思考问题 劫持皇帝这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当然需要仔细考虑 至于安全问题 他对自己的武功有足够的信心 公元两百年四月 正处在事业高速发展的上升期 年仅25岁 前途无量的孙策遇刺 身受重伤 临终前 他指定18岁的孙权为继承者 在向张昭脱孤时 孙策悲观地说 如果孙权不能胜任 您可以取代他 如果实在保不住江东的基业 就回老家去吧 不用觉得对不住我 杀害孙策的凶手 是前任吴郡太守 许贡的三名门客 许贡曾经上书 朝廷说孙策 是一个向女士的人物 应该召他入京 给他富贵 不能让他在外掌握实权 这份文件被孙策截获 许公因而被绞杀 按说这事也算冤有头 债有主 可三国制郭家传里提到 曹操的手下们 担心被孙策偷袭 一个个忧心忡忡 郭家却说孙策这个人 仇家众多 又不注意 个人安全 就算有百万大军 也等于是一个人在战斗 早晚会死在 无名小卒的手里 孙策仇家众多 无注意个人安全 又不是两三天的事 这么多年 也一直活得好好的 郭家凭什么断定孙策 会在偷袭许昌之前 就遇刺身亡呢 万一孙策遇刺后 大难不死 从此注意安保工作了 又怎么办 历来就有很多人认为 刺杀孙策的凶手 是郭家安排的 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这么秘密的事情 郭家怎么会事先张扬出来 我们认为那三名刺客 与郭家并无关系 郭家安排的是更加防不胜防的杀招 是想在高代事件中 那个两头鞭瞎话的使者 他的名字没有流传下来 说明他的身份并不重要 但能够和最高领导 直接对话又说明 他有机会接近孙策 这个人不一定是郭家安排的 但足以证明孙策身边有着居心叵测 又隐藏在暗处的黑手 孙策两家早有往来 双重联姻 郭家很有机会进行渗透 只是刺杀孙策事关重大 需要得到曹操的指示才能动手 毕竟当时的主要敌人是袁绍 不到万不得已 杀了孙策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 许公门客的出现 恰好让郭家省了功夫 曹操有点为何许楚 刘备有赵云和陈道 这些都是可以绝对信任的忠诚卫士 孙奸孙策父子 无论是军事能力 还是单兵作战能力 都与曹刘不遑多让 甚至更胜一筹 却都栽在最基本的安全问题上 正所谓爱游泳的人 比不会游泳的人更容易淹死 孙权可就大不一样了 他在十四岁就从大哥手里 要来了周太做保镖 一年后周太就替他挨了山贼十二刀 人们常把孙策以作小项羽 但我们认为与试图恢复旧秩序 大搞分风至的楚霸王相比 孙策与曹操刘备更加相似 他们征战一生的终极目标 是建立新的秩序 孙策身亡 二十九年后 孙权称帝 紧紧追封孙策为长沙还王 孙策唯一的儿子 孙少至死都只是一个侯爵 而且就连仅有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吴侯爵位 后来也被孙权夺去给了自己的孙子 孙少唯一的儿子孙凤 仅仅因为一句谣言 就被吴墨帝孙昊所杀 孙策一脉的直系子孙 至此断绝 孙策的外孙陆康 是吴国最后的名将 以及最后一道屏障 陆康死 吴国王 友情往往比亲情更加纯粹 孙策去世八年后 周瑜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赤壁大战中 谭笑间抢卤灰飞烟灭 九年之后周瑜雄自英发 与善关金 攻下荆州南郡 具备了二分天下的势头 直到十年之后 另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孙策与周瑜 携手点燃的熊熊烈焰 骤然熄灭 以至刚治阳 重情重义而闻名的江东孙氏 在那位三国最长寿帝王 几十年不懈的努力下 终于演化出了至阴至寒 手足相残的全新加封 很多的事情即将开始 很多人的命运也即将改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